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5号星期五 西班牙 它鱼死了 然后怪谁呢 怪中国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呢 也不能怪西班牙 因为什么呢 这个中国人呢 也这么思考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呢 拿出来可以让我们也自己反思一下 是这样啊 西班牙呢 有五吨死鱼 被冲到了呢 西班牙马尔梅洛湖的这个岸边 英国的卫报报道啊 说调查显示 说墨西亚自治区啊 最近这几年啊 激增了数百个养猪场 西班牙环境部呢 报告说这个周围这个养猪场啊 像这个马尔梅诺湖 提供了17%的这种碳 说养猪场中呢 这个猪粪呢 从这个泥浆池中呢 就溢出来了 养猪太多 猪粪都溢出来了 流到了附近的这个土地上 或是呢 地面的这个坑洞当中 然后这猪粪里边呢 它就就是消化里边 有很多那种那种化学物质吧 调查指出呢 说当地存储牲畜粪便的这个设施 存在呢 重大的缺陷 几乎呢 没有防水措施 导致粪便的直接 就是说一点点的就浸透到了呢 到地下 导致了地下的寒水层呢 受到了这个污染 从而都影响到旁边这个湖去了 那西班牙的区域协调员呢 叫卡萨多埃罗说 说污染的主要来源呢 就集中在这个呢 就在这个集中的这个农业区 说这一地区呢 有差不多的450个养猪场 就他们导致的啊 那么西班牙呢 最近这几年 它的养猪呢 越来越多 而且在今年呢 很有可能今年就超过德国 成为呢 整个欧盟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啊 那中国呢 由于就是前几年到 这个非洲猪瘟的这个原因导致啊 所以呢 这个西班牙的香肠 里脊肉 猪油的 这个整个这个出口呢 有一半都出口到了中国啊 全部都都给了中国啊 呃 好像不是说他这个出口的一半 是他生产的一半 就都给了这个中国 反正量很大啊 主要是中国这个需要 中国人多嘛 中国吃吃的多 对不对 埃萨多埃罗说啊 说如果 你想向中国供应河腿 你就得破坏土地 成为国际猪肉市场的垃圾倾道场 这话说的就是说 好像就是说 因为我们为了给中国人吃猪肉 给中国人养猪 所以我们的破坏了我们的土地 造成了我们的这个污染啊 破坏了我们的这个土地 成了呢 这种这种垃圾倾道场 对不对 然后呢 说养猪场的发展 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的控制 造成了一个由国际市场驱动的一个泡沫 但是泡沫呢 总会破裂的 会留下的一片呢 满目的苍移 受到污染的土地 而且呢 整个呢 我们都会陷入的这个危机 啊 那这种话呢 就很像中国说的话 就是你看去年啊 这个就是说 抵制什么耐克 艾达斯 对不对 就提到了 说那个耐克中国 艾达斯中国 在中国 其实他们设厂 雇工人 创造收益 然后呢 做的东西呢 卖到国外去 还给你的挣那个外汇 对不对 其实对你是不错 对你发展经济是有帮助的 当年这个小平同志 前两天我看那个视频 小平到了这个日本去见这个丰田的老板 还有什么这个中工的老板 他们也很多人跟小平一起见面 小平就说说这要麻烦这个就这个丰田老先生 还有在座的诸位 无论如何 他要帮帮我们发展这个经济 这个话说 你看就非常的 那个时候吧 对不对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然后这个丰田的 他们那个老爷子就说了 说这个您放心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帮忙 都要尽全力帮忙 这个都当时都有这个录像 都都录下来 你上网上去找一找 都能找到 都能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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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明什么 就是说你得承认 你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别人对你是有帮助的 别人来这设厂 他挣钱是一部分 现在一说就强占我们的市场 当年人家不来的时候 你他妈就没有市场 这市场都是人家帮你建的 对不对 就像西班牙一样 就是说中国人来你这买猪肉也好 买活的肠也好 买猪油也好 买什么也好 是帮你在发展经济 对你是有好处的 对不对 至于你建了养猪场 你政府管理不善 你养猪场 就是说该有防水设施 没有防水设施 导致你的粪便 渗透到地下去了 大量的污染了环境 是你政府管理不善 是你企业没有做好 房屋的 房屋排污排水的设施 你企业如果把这做好了 它不就没有污染了吗 但是你说我做的有成本 成本你涨价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它能买它买 不能买它滚 对不对 你不能说别人来你这买东西 就是说就你造成了自己污染的这种借口 你要开个早点铺 你要卖早点的 对不对 我们来吃早点了之后 你来就指着我就说了 孙国我跟你说 都怪你 我早上前都没睡好觉 就为了让你吃早点 我早上起来 我四五点就起来了 为了开这个早点铺 为了让你早上来吃早点铺 我就愣了 我靠你别开 兄弟 是我逼你开的 你别开 我去别家吃不完了吗 对不对 你就能怪 你不能怪顾客 你明白吗 你自己你要想好了 就是说如果 你看我们拉斯文加斯也有那个饭店 有那饭店是吗 下午五点开门 开到夜里三点 对不对 他这么开 他就夜猫子 我喜欢 我下午起来了 我开始开门上班 我到夜里 我在睡觉 他有这种人 对不对 有的就是早上起来 四五点起来 坐早点铺 可能六点开门 开始卖早点 到了下午 可能就是早上起来 六点 开到下午 可能三点 四点 他就关门了 就结束了 那么你要早起 你就开个夜店 对不对 你要是喜欢 就是说早起 你就开个早点铺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吧 你要的不行 你就别干 你西班牙也是 对不对 你鱼死了 你怪中国 莫名其妙 我们中国人吃个猪肉 都因为中国人要吃猪肉 把我们鱼害死了 他不挨着 你知道吗 现在你听着就特别别扭 中国人 我们也是 咱们就看别人的时候 他这样的是胡搅蛮缠 我们也别这么做 你也不要 你看什么耐克 埃达斯来了污染环境 他们产生了多少污水 破坏我们的环境 对 没什么意思 然后说这种话 没什么意思 你政府该限制企业 就是说你怎么排屋 要搭标 怎么回事 这是你政府要做的 企业按照政府的要求 只要达到了 那就结束了 对不对 人家来了之后 人家求财 你也是求财 大家商量好了 能干干 不能干就算 你别最后弄得好笑 人家拦你这 买你一碗豆腐脑 买你一个煎饼果子 最后还害了你 耽误你早起了 对不对 对吧 我说反正 所以以前我以为只有我们这么思考问题 现在看了西班牙觉得也挺混蛋的 都这样 你知道吗 之前去年我还说澳大利亚也是 你看中国 中国跟美国做的生意做的最多 跟美国贸易逆差也最多 跟美国 从中国算贸易顺差 是最多 挣美国钱最多 然后天天骂美国 澳大利亚也是 澳大利亚对外做生意 跟中国做的是最多的 跟中国也是贸易顺差最多的 天天挣中国钱 然后天天骂中国 对不对 你想 你看澳大利亚 现在很多人看澳大利亚就特别不高兴 说你挣我们这么多钱 还天天骂我们 对不对 那你想美国人怎么想 美国人看着你也不得劲 那天天挣我们这么多钱 你还骂美国 你天天骂美国 你说是不是 所以就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很多事 你反过来思考 你就想通了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